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年度最愛等了很久了 是不是呢 我自己都很心急 很想快點和大家分享 2021年的版本和以往有少少不一樣 某些Category我找不到最愛 很多支都很好用 所以想著有些種類放在IG用Top3的形式和大家分享 而今天就不分護膚品 化妝品 或其他用品了 全部都是閉上眼想起很喜歡無法取締的才能入圍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的2021年度最愛榜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今天總共會介紹10樣產品 他們未必是我每天用 整天用 或者是我用過質素最高 但總有一個原因令他入圍 可能是性價比高 或者他令我對某一個Category的產品完全改觀了 所以大家不如猜猜 究竟有些什麼是在我這個Top10裡面 第一樣要分享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會猜到的 是一個防曬 真的分享過很多次了 加丹尼爾的水感輕透防曬凝宇 用得舒服的防曬有很多 但如果以這個價格範圍200元都不用就有一支的話 它的質地實在是令我驚艷 擠出來是白色Lotion狀的 然後推開你會發現很輕盈 一點都不會泛白 還有完全沒有油膩感 非常之舒服 聞起來是有淡淡的香味 然後在臉上一推開就變得不明顯了 它的防曬系數SPF50PA 4個加 不是我每天都用到的防曬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在室內 所以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系數 我自己每天最常用 反而是LITLE STARDUS SPF30PA 3個加 但為什麼它會跑出來呢 就是因為去到這麼高防曬系數 它的質地都做到這麼清爽的時候 是令我很驚艷的 這一支它是保濕感重一點的 如果夏天或者油性肌膚沒有那麼喜歡 反而這一支應該是人人都會覺得很棒 很舒服的一支防曬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第二樣東西是化妝品 很多時候在長洲拍片都有觀眾留言 我的皮膚看起來很好 是假象來的 為什麼在長洲拍片的時候 膚質看起來特別細滑 特別有光澤 就是靠一個highlighter 我應該很少跟大家提過這一支 但默默地用了很久 它叫做Mini Highlighting Powder 色號是Pink Glow 它是很容易上色 有一種淡淡的粉紅香檳 Rose的感覺 特意在長洲帶它回來 就是想證明不是長洲的光源特別好 反而是它的妝效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水波光 整件事很飽滿 好像很漂亮很滑的感覺 就是來自它 它的粉質不錯 沒有去到那些很絲滑 但這個效果真的值得一讚 來到下一樣要分享的東西 是一物易用的 又可以令到我個人很放鬆 很治癒 又可以滋養身體 大家猜不猜到 它是Rituals的精油蠟燭 這款蠟燭包裝 外型上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個嘴 然後打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像跟普通蠟燭 沒有太大特別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這個嘴 特別會有些蠟燭出來的呢 就是它除了可以點 有些香味之外 它還可以用來塗身體的 這個蓋子大家不需要擔心 其實是可以抹掉的 你大約點了十分鐘至半小時左右 然後吸了它 或者你吹熄它也好 再等多一分多小時 它冷卻了一點 是可以把精油倒在身上 或者倒在手上 然後塗開 做到一個滋潤的效果 對呀它可以玩滴臘的 只不過那些蠟燭不是熱 不是變態 是對身體 或者對皮膚有好處的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不過我自己覺得精油蠟燭 沒有平時香薰蠟燭的礦香效果那麼好 不會整間房都聞到 要近距離才能聞到淡淡的香味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去選擇平時喜歡點的香薰蠟燭 還是這種一物易用的精油蠟燭 再來是一個對我人生很重要的 如果我可以頒發諾貝爾獎的話 我一定頒給發明遮瑕膏的人 高狀的遮瑕膏來說 我真的沒有用過一個 好像它那麼薄貼 其實用到底了 我應該也要再買一瓣 你會看到它完全不會厚重 雖然薄貼 但是遮瑕度非常之好 它的好處不止遮瑕度高那麼簡單 而是用在任何化妝品 包括粉狀化妝品上面 都是這麼貼服 不會極粉 不會顯乾紋的 很多時候我都會帶它出外保妝的 它是很容易自己就設定好了 不需要在上面撲碎粉 很方便的一個遮瑕膏 如果你說只是用眼底靠它 我就覺得有點乾的 但是我會用平時的遮瑕膏 再薄薄的加多一層 加多一點遮瑕度上去 完美! 來到下一個就是面膜組盒 本身我選不到最喜歡哪一款面膜 今年用了很多都很好用 但是到年尾的時候 殺出一個情咬金 就是我手上的後循環面膜 這個面膜最敗筆的地方 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用盒子 裡面不是一塊的 這樣是很不環保的一件事 它的第一個步驟是面膜 然後到避貼精華 最後到一個面霜 後的這款避貼精華 老觀眾都知道 我是用生命去推介的 而這款面膜的下面 它就有這個精華包起來了 但是面霜的單價比較貴 而且我只是冬天才喜歡用的時候 我沒有買過4 size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迷你妝 已經覺得很足夠和很喜歡的了 說回這個面膜組合 它原價是520塊 即是平均104塊一塊 我覺得已經是划算的了 因為它的面膜是很舒服的布質 之後下面的精華呢 它給的量實在太大方了 你不會用得完 你已經用完面膜之後 我想塗大約3分1、4分1就夠了 其他你可以擠出來 整個禮拜用都足夠 面膜到一樣 所以呢 我已經覺得是很佛心的價錢 誰知道呢 有個觀眾 他燒我的時候 就告訴我 平時不要買 你要在Sogo Fenceful Week的時候買 520塊是有13塊 平均一石40塊 哇 比你買的開架 其他的面膜 全部走在一邊 你20歲 不要用這些 真的不行的 你去到可能26歲開始 你試一下它 乾肌的朋友試一下它 用完之後呢 你第二天用光換髮 對啦 我真的不能給太多時間 Next 這個是Cisley的Hair Oil 是我人生用過最好用的髮尾油 它的質地 如果你用過的話 翻不了頭的 你會看到它算是一般流質 不會像水一樣 但是又不會濃濃濃的 非常之輕盈 然後你塗在頭上 它是很香 一個貴婦品牌的味道 看到嗎 它是不會令到頭一住住 馬上會有光澤 一拉上去 它不是油膩的 很清爽 很輕盈 但是你夾頭髮也好 吹頭髮也好 你會感覺到頭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很值得投資的一個產品 接下來是一盒眼影 它是今年用過最方便 帶出去 完全不需要帶其他的工具 就已經可以化到一個完整眼妝 我正在說的 就是Ecto House的這盒眼影盤 這盒Rose One的眼影盤 裡面有十隻顏色 有粉色系 也有大地色系 還有本身已經有兩支的海綿棒 完全可以做到很多種不同的眼妝 無論是打底色 一些珠色 或者是一些珠光色 甚至乎閃粉色 眼線色 打亮色 全部都有 還有它的粉質 雖然未去到很高質 絕對不差 你會看到延展性很好 顯色度不錯 重點是它這個尺寸 是很薄很細 很多時候我帶出去 放在小袋裡面 完全不佔空間 無數次我做完Facial之後 見朋友因為怕拍照 就化眼妝 告訴朋友 眼妝剛剛化的時候 他看到我拿著小袋 都會問你用什麼去化妝 我就拿了這一盒出來 他們是很驚訝 因為眼妝好像平時用了眼影掃 或者用了很多顏色去化 一樣這麼精緻的 所以這個眼影盤 我真的覺得 人人都應該要有一盒 來到第八樣 我講到悶 大家都聽到悶 但是 當之無愧 Foreo的UFO2 有人問我 它有什麼神奇特別的功效呢 沒有什麼 會熱 會冷 會震 和有些光 但是 它是可以在兩分鐘之內 幫你做到平時 很用心 很用心 很努力 用很多個步驟 才能做到的護膚功效 它不是獨特 它是要配合不同功效的面膜 做到一個昇華的效果 我很多時候都很懶 用自己的面膜是可以的 但是它會 它的位置有點絕絕 所以我個人就真的懶惰 用它本身的面膜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歌頌完它之後 來到下一件事 又是一個 我經常都說 但是今年 因為出了新色之後 我又重新愛上它的一件事 是隱形眼鏡 我的人生最愛 可以說是 OLANDS的VIVIRINEBROWN 這一款隱形眼鏡 然後 今年它出了一個 新的粉紅色 有少少挑戰到啡色的地位 讓我遮一遮眼袋 現在我就是戴著粉紅色的這一款 你會看到不浮誇的 一樣自然 有少少放大效果 我和OLANDS的CORN 八字特別配合 但很多個鐘都不會乾 不會不舒服 所以它有什麼新款 有什麼新色 我都馬上衝去買 今年VIVIRINEBROWN 加了很多隻新的顏色 例如 本身有的啡色和Choco Choco 我是不喜歡的 覺得太自然 不像戴了Color Con 然後灰色都很漂亮 然後 如果你覺得這些顏色 啡色太自然的話 又想要這種微微放大效果 它出了一隻beige色 是比較顯色 大家看看壽司狼的影片 就是帶了beige的顏色 但是 如果你想拍婚紗照片 拍出來的效果是誇張 這款我又覺得不適合 它適合平日常每一天 但是令到個人精神一點 有神采一點 精靈一點的時候 又是無敵的 好了 來到應該最後了 第十樣 啊 續的東西出現了 說明先 最後一樣不是我最最最喜歡 只不過 可能是今年比較遲遇見它 然後一試愛想 是Tatcha的這個lip mask 我手上這個是特別版 裡面是紅色 你會看到不算用了很多次 大約是十次八次左右 但是已經入到這個榜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這個呢 我會覺得平日版本 好像比較好一點的透明 因為我睡覺的時候用 它有這個顏色 有點覺得奇怪 我會整個嘴唇 它是非常之紅 我試試塗多一點 你就會明白的了 沒有味道的 它雖然這麼重的紅色 但是沒有味道 它其實是附有一個棒棒的 但是我沒有拿過來這裡 看到嗎 它塗出來馬上是紅了的 同學呢 它是很厚實 很滋潤的感覺 如果像我這些 死皮是無限再生的人 你用完它 第一次用 為什麼會這麼驚艷呢 我整塊死皮膠早 自己起了出來 一擦 然後我喜歡用手撕死皮 一撕 它是自動剝落 不是說硬撕的那種 是很治癒的 而且用完它之後 你會覺得自己的嘴唇 是比起以前年輕了 然後那些很亂的感覺 是很棒的 對了 今天就跟大家推介了 我在2021年的 TOP10排行榜 十大年度最愛 當然啦 很喜歡用的東西 還有千千萬萬這麼多 我真的分享不完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IG 我會在1月的時候 慢慢把TOP3 和大家也會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天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6的到3的 和是7日的就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你們有什麼 今年的年度 最愛想和我分享的話 記得也要留言告訴我 拜拜